熱愛唱歌的朋友 現在又多一個渠道讓你們追夢了 為了發掘更多有潛質的樂壇新星 TVB這日舉行星夢全期全球招募記者會 正式展開全球網上招募 歡迎30歲或以下的人士 上載自己的歌唱片段報名參加 截止日期為8月15日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悲喜劇製作助理總經理余穎山小姐表示 會為入圍的參賽者提供專業的歌唱培訓 我相信每一個我們選擇的入圍的歌手 其實他們培訓的費用 每一個人都超過200萬 因為其實我們怎樣練舞 和整個亞洲區有哪些最好的排舞師 最好的音樂老師 最好的音樂的組織 或者有很多我們放在不同地方的表演 變成這個星夢不只是在廠裡 然後今天淘汰兩位 後天淘汰三位 而是它是一個完整的經驗 給一班我們覺得有機會的年輕歌手 原來他們可以經歷了一場音樂成宴 其實最近也遇上疫情的影響 會否擔心在製作過程方面會有延誤 我們本來已經是預計了 譬如原來我們一開始 尤其是練跳舞 我希望練戲 所以我想他們跳舞跳得好些 無論他們會跳或不會跳 所以本來我們是想著 有一群人去台灣 可能跟蔡依林的排舞師排練舞 或者去韓國 如果現在發生不到 如果我們根本去不到 我們在網上都會找那班導師來 在網上教 其實香港要好聲音 這件事很重要 即是很多歌唱比賽 他們很多時候欠缺了 就是那個培訓 還有那個培養 那個人才出來 這件事其實是需要學習的 那個培養 其實我們這次 也都會在除了香港以外 星馬和美加 希望找多些年輕人回來 而他們本身是要很喜歡音樂的 其實他們希望他們有基本 希望他們有才華 有基本的 喜歡音樂的可能對樂器認識 或者是做音樂方面的了解 我們希望是會有 過往其實這幾年的 我們星龍去製作的 很清晰地看到 其實星馬的觀眾 和美加的觀眾 聽眾是很多的 他們不斷地聽到 星木製出來的音樂 也希望在這地區 我們可以找到 適合真的喜歡 很投心音樂的人 去做這個行業 星夢一班歌手 胡鴻君、譚家儀、林詠彤、菊雅薇 戴祖兒和五虎喬 這天都以過來人身分 分享自己過往 參加歌唱比賽的經驗和心得 Hilbert、Joey和菊雅薇都希望 熱愛唱歌的朋友 可以把握這次 難能可貴的機會拍片參賽 不過他們就說 在拍片的時候 要留意幾點了 不要放那麼多濾鏡 對 不要放那麼多音 真的唱 真的唱 所以如果要收音 就找專業的 聽不出的收音 就會比較好 還是沒有收音 這句也不可能 對 甚麼 出錯 對 真的不要吞太多 對 不要吞太多 當然如果最自然 對自己最有信心 其實一部電話 這樣對著自己唱 就贏了 對 就請唱 電話把聲音收到裡面 這樣做 來到之後 就最好 反而簡單就最好 如果懂樂器 又可以自彈自唱 也挺魅力的 說到拍片 Hubert日前也有拍片 分享自己炮製甜品的過程 除了做蛋糕之外 Hubert還挑戰做芝士 劉森塔 實行向難度挑戰 對 因為我最近 因為疫情關係 我就想試試挑戰一下自己 正宗為活道老 學道老 我這段時間 拍完這些甜品片之後 我發覺我是一個 被歌唱事業擔誤的 甜品達人 對 我的師傅 我看你的影片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 你們倆是Crosser Joey都很喜歡拍片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 對 我們唱歌也有拍過 其實玩也可以 也應該挺有火花 到阿琪吧 他經常拒絕你 因為他正在忙 他正在拍劇 真的拍完 真的拍完嗎 對 對 我是甚麼到你 對 對 而Bella、嘉儀和Alvin 都是樂壇新一代的歌手 他們也鼓勵對唱歌有團火的朋友 快點報名參賽 至於有甚麼小提示 可以給大家 三位當然也很樂意分享 雖然我沒有參加過 正式的歌唱比賽 但當年加入TVB 也是參加法國新星人比賽 對 我覺得提示就是 首先要踏出第一步 因為踏出第一步 那些東西湧過來 你自然就會搞定它 雖然說好像好笑 但其實是認真 對 不要想太多 沒錯 我自己想起當時 比賽的時候 每一集選歌 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所以我覺得 要清楚知道自己喜歡甚麼歌 或者選定一堆的歌 一些名單 你就知道每一集 可以抽哪幾首 自己最拿手的出來 我覺得最重要是 開頭 如果是audition的時候 今次這個形式是 send send 開頭 開頭的時候 是send條片 這條片 我覺得也要吸引到監製 或者吸引到幕後的眼光 也很重要 一個video 這次是全球 這次是全球 我想可能幾千條的片 我怎樣可以在影片 去突出自己 很重要